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莉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隨著加拿大郵務公司Canada Post 在財務壓力下探索他的選擇 每天郵件遞送可能會成為過去式 加拿大郵務Canada Post 在年度報告中表示 他需要對商業模式做出調整 以應對包括投递領域的更多競爭、更高的營運成本 以及實體郵件需求的減少 Canada Post 的發言人說 擺在面前的眾多選擇之一 是將郵件提遞 從每個工作日改做每兩三天一次 他還說靈活性是一個重要因素 而且強調他們公司的郵件和包裹遞送方式 已經很久沒有改變了 Canada Post 總裁 在星期二七日的新聞稿中表示 從很多方面來說 我們今天所服務的加拿大 並不是我們為之而見的加拿大 加拿大郵務在2006年投遞了55億封信件 那時候的加拿大家庭平均每個星期收到大概7封信件 隨著電子郵件和其他形式的網絡通信迅速興起 到了2023年 這個數字將減少至只有兩封 投遞總數量剩下22億封 2023年 加拿大郵務Canada Post 申報稅前 營運虧損是7.5億元 這已經是他們 由正服務連續第六年的虧損 Canada Post 的總裁也表示 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來確保加拿大郵務服務的未來 其中這些兩三天投遞一次 都是他們可以借鏡的重要變化 在星期一 即是5月6日 Canada Post 已經調高了寄信費用 單張國內郵票的價格是1.15元 高於1.07元 Canada Post 也表示 需要提高價格才能跟上通貨膨脹率 而Canada Post 的發言人說 有關郵件投遞頻率的任何變化 都必須與加拿大郵務工人工會 進行談判 目前集體談判正在進行中 而聯邦政府表示 如果有必要 願意進行立法修改 以確保加拿大郵務系統的穩定性 如果Canada Post 真的像他們這樣說 兩三天才派信 或者是包裹 這個做法的確是顛覆了 大咪對郵差叔叔都會每天送信的情況 希望傳統的送信或送包裹的方法要改革 希望轉型為規 這個方法究竟能否奏效呢? 他們有沒有對證下藥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今天大咪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 今天大咪 都會跟小學集團 很明顯 Roger 既然歸 我們下次見 很多人 在聽收睇PS 我們不會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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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